不管是晋级的巨人、间谍加加酒、天主属车车 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还是心境动画葬送的福利联 这些超人气动漫IP首度出现在商圈街头功能拍照打卡 这是由台北市商业处与台北巴德资讯商圈发展协会 攜手合作推出的巴德3C哈德活动 10月7号起连续5周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 包括3C科技、动漫、二次元及电竞电玩等 希望展现巴德资讯商圈丰富的产业特色 巴德商圈其实是台北人共同的记忆 也是台北很重要的官方观光的景点 很多国外的朋友其实来到台北第一站都会希望能够来巴德这边买买3C的产品 确实过去三年的疫情其实改变了很多消费者购物的习惯 随着疫情的趋缓、景气的复苏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重新的回到我们的实体的店面 走回我们的商圈来采买大家适合的3C商品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在巴德商圈规划了这样子的活动 为期5周 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 就是希望不管你今天是喜欢电竞产品的 你喜欢3C产品的 你喜欢动漫的 都能够来到巴德商圈找到你所需要的商品 我们也提供很多的优惠 包括了抽奖 包括了打卡的景点 我们这次特别也跟我们的动漫协会合作 提供了非常漂亮 非常不一样的IP 都是很多时下年轻朋友们非常风靡的 不管是史莱姆 不管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天竺鼠车车 甚至是晋级的巨人 当然我们还有第一次亮相的神秘的主题版 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三创 来到我们的光华商场 来到我们的光华商圈 一起来采买最新最潮的产品 投起了商圈吉祥物巴格也正式亮相 与五大动漫IP一起邀请民众实际走访商圈 在各个接口中发掘惊喜 感受消费的喜悦 希望可以促进商圈的繁荣 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到我们商圈来体验 就是实体跟虚拟通路的不同 因为现在整个购买形态的改变 那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体验 我们这种实体不一样有温度的这种服务跟感受 你看像我们一般都只能在看看图片 但是在我们这个商圈 所有的薪金你都可以做最真实的体验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预计 连续五周的活动将吸引15万人参与 期盼为商圈店家带来更多商机 我们现在预估这样子五周下来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超过15万人次 到访我们的巴德商圈 那透过这15万人次的到访 进而去提升我们的来客量 提升我们的营业额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 重新的找回大家实体购物的习惯 那进而让我们的商圈可以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 商业处方面表示 11月4号 11月5号的主场活动 将把巴德录一段封接 邀请知名歌手进行音乐展演 巴德资讯商圈 三创生活园区 及光华数位新天地周边店家 也合作推出好礼三重抽活动 包括新款电车 按摩仪等9000多个热门好礼 等你带回家 欢迎民众活动期间 到巴德资讯商圈逛街消费 体验科技 拍照打卡 一次全部掌握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谢谢啊